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老中新闻 你好 我是李挪娅 旧金山旅游业在疫情期间遭到重挫 今年3月 在电玩游戏大会和全国大学运动协会的推动下 旧金山旅游业终于展现生机 饭店租房率达到7成6 旧金山旅游业员工大约有9000人 其中有6成以上是新移民 尽管旧金山旅游业逐渐恢复生机 但是旧金山旅游业的9000名员工仍然有半数无法恢复全局上班 旧金山旅游业工会说 饭店担心一旦让所有的员工恢复全局上班 会影响到资方的营收 新闻疫情爆发之前 旧金山的饭店 旅馆 住房率仅次于纽约 现在旧金山的排名落到第25名了 旧金山饭店员工平均时薪是28美元 还享有优厚的健保福利 属于高薪的蓝领阶级 所以有许多的新移民选择从事饭店工作 才有办法在生活费极高的旧金山生活 疫情期间 新移民只能靠政府的失业补助金生活 现在政府补助金即将结束 撑不下去的饭店员工只好被迫改行 旧金山旅游局说 虽然现在的旅游人数有所增加 但是目前的旅客并不是旧金山旅游业的主要金主 旧金山旅游业的主要金主是国际旅客和大型活动 2019年旧金山旅游业收入有6成就来自国际旅客 2019年旧金山大型活动络绎不绝 大饭店宴客厅每周宴客不断 人来人往 疫情之后生意大跌了6成 业者说 今年6月将会是旧金山旅游业是否能够恢复容景的关键时刻 许多大型的活动将在6月展开 欧洲旅游潮也会在6月开始 今年6月如果旅游业可以恢复人气 那么旧金山的旅游旺季将渴望可以一直望到今年年底 不过要真正恢复过去的容景可能要等到2024年了 新闻讯来关心研究显示 湾区有越来越多人打消买房子的念头 收入在8万到16万美元之间的湾区家庭 属于湾区的中等收入家庭 2019年只有24%的中产阶级买家能够承受旧金山代售屋的房价 新冠病毒颠覆了我们的生活 也打乱了湾区的房市 买房子的门槛越来越高 现在想在湾区任何地方买房子 平均年收入必须达到23万5000元才有可能办到 感谢收看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